好 繼續 我想說的就是 我覺得歐陽大有機會 之後可以玩得到 Samsung 做了一個 Invisible AI AI Keyboard 放在電話上面 所以 歐陽很有機會 在將來的 Note 11 他每年都買Note Note 11就有機會 用到這件事 就這樣看就好像挺有效的 這件事也不是 很新的概念 理論上不算很難 他說加了AI 已經有幾個AI 就要試過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接近 一個可以真的做出來 而Samsung 的性格 是甚麼 他就扔進去試一下 他扔進去你的電話桌 Bisbee現在還有 不過縮到不知去了哪裏 失敗了就算了 而且他是喜歡玩輸入法 以前也玩過一個筆的輸入法 即是一個快速的 了字方法 即是用了鍵盤 來寫字 但是 其實我從來對Samsung搞輸入法 都是相當保留 我覺得 他現在這樣說都是講英文 不是他厲害的地方 就算以前那些都是不實用的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實用 我對Sony的軟件 基本上都是很大保留 我覺得現在這個實用 像是實用的 不是的 Invisible的鍵盤 其實不是今天有的 就是因為別人都出過 所以我才覺得它會出到 我有一年拿過 不是的 其實街上有得買過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有一隻是雷射 因為我不是買過 我有一年抽獎 抽過一個回來 我自己試完之後 其實是一個藍牙的鍵盤 就動在桌面 用雷射的投射方法 投一個鍵盤在桌面上 隔空氣按 當時的認知率很低 就是你按來按去都按不中 第二就是 你會覺得很無謂 因為結果 我原本不用地方 我弄了這個東西 我還要找一張桌子 放兩隻手上去 我原本不用地方 找手拿著那個 那輪射就在按 為什麼你只要弄個鍵盤 給我打橫 現在都有 輪射打橫就變好 但有鍵盤 我為什麼要弄這個呢 你想來想去 也不是經常中 現在我猜好了 他報稱有AI 我當你好了 但我想來想去 真心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已經這麼多年 我這個人已經進化了 我不需要他科技進化了 我個人的手指和手機的形狀 配合改變了 大家有少許改變 你不發覺你以前 你第一次按手機的鍵盤 你覺得很辛苦 又按不中 唯一叫iPhone就最好 iPhone最初出 你已經覺得很好按 現在你其實 人人都可以按到 很輕鬆 連阿婆都可以很輕鬆 按到鍵盤 因為你的手也會進化 那又變成沒有那麼必要 一般地 我不是很期望 我作為一個長年的Samsung用戶 我覺得像屎不鬼 但我覺得很大機會 你買下一部機器就已經有這件事 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VR眼鏡 其實歐陽也試過 現在VR眼鏡通常都很大 有重 現在在CS那裏就是 樂星 Panasonic 現在叫Panasonic 會出一款VR眼鏡 它已經是小到很接近 普通眼鏡的尺寸 我現在就看不到的 這個像樣子 這個說真的 這個尺寸 我想都是有限重 它其實就縮了水 變成兩個圓圈 因為我們一向玩開的VR眼鏡 其實是一個長方形的東西 很厲害 它這個就切成兩個圓圈 很接近一個普通眼鏡的尺寸 這個就像 就這樣眨眼看 它說會出一個4K畫質的OLED 一個OLED的眼鏡 就像這個樣子 這次這個 終於做得出來 又不貴 那個形狀呢 其實是比眼鏡 重量呢 看這個樣子 它沒有公佈多重 我猜就比以前我們玩過的輕 但是我就有點擔心 因為它現在這個太像一個DISPLAY UNIT 那我就很懷疑 裡面有沒有哭 那個POSESSING UNIT 不知道幾大塊東西要背後面 你這個說法我是很同意的 因為這個畫質基本上 就好像只有照片 現在是沒有任何公佈的 只有照片 在CES你都不能視大 是的 就是概念是多的 但是我覺得不是做不到的東西 以現在的科技 我相信是做到 是本的問題 就是VR眼鏡 即使你說現在我們HTC那塊 很大 其實要做小的 我猜其實不是做不到 是個成本問題 不敢說它會不會量產 還有PANSON是很外光的 令我覺得這一門東西 他都不拼開 可以嗎 但是我覺得 即使頭上的重量減輕了 都是好事 因為你真的很辛苦 如果你的頭上的重量在壓著 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本來 其實他的方向肯定是減重的 但是現實是 這個東西如果做了出來 你說要一兩批東西 那你就做頭了 不用搞 即現在說的是 你有沒有辦法收三叉東西 但是又做到輕很多 我想只買就不會三叉東西 但有可能到時那個package 即是如果真的出來玩 那個package是包含其他東西 可能跟PS5出來 要去到那些 即是你要配合別人 還有要做內容 即是現在說 他可能會配合迪士尼 搞一些3D東西之類 聽一下好 即是不知搞多久 可能跟PS5出來 Panasonic跟Sony這件事 很難想像 那些人說 一來PS5就沒有說到有VR 是 二來就是說 那些人說到 咦PS5 那我 行啦 我明白啦 那PS6 PS7 PS8 PS9 那些logo 我也知道應該是怎樣的 之類之類的 好 這個沒有補充 好繼續 另一件事就是這一陣子很嚴重 就是 大家都搶著買口罩 是 那些口罩 我看到 應該是口罩開始 現在 有少少炒味 什麼炒味 我看到最嚴重的是 什麼 有個 Case 就說 他那天去藥房 看到寫著98元一盒 然後他第二天再去藥房 198 前面加了凍 他加了4字 哈哈 不是吧 他加了4字 我就想起那時候沙士 其中一門東西 就是炒口罩 除了炒口罩之外 其實沙士我就是想起 雖然現在說 好像很遙遠 其實很好笑的 那一刻 在沙士在大陸爆發的時候 你就會先聽到 我那時候已經聽到很多朋友 來跟我說 喂 大陸那邊 很多人在搶購醋 就是白醋 用來煮飯 然後說 醋也搶購? 對啊 斷了 那些工廠也好 住家也好 就買一大堆白醋回去 就倒在家中間 就用來煮 煮到全屋都是醋味 有人報稱 煮醋就可以消毒 那麼旺的想法 都有人說了 那 然後呢 我又去到後來 過多一點時間 即白醋已經搶購完畢 就有人跟我說 香港都來了 就要買口罩 那口罩又缺了 又輪到 突然間 有些人 就無端端 你會看到街頭 那時候好笑 突然間 有人擺街邊 拿著幾箱口罩 扔在那裡 然後一大堆人 湧過去搶購牌 然後最好笑的是什麼 香港人 炒東西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忽然間 有某大公司的IT主管 忽然間打給我 那時候我也在做IT 忽然間打給我 歐陽 有件事 一定有得搞 然後我搞什麼 我呢 不知道在那裡 搞了幾箱N95回來 然後說 那怎麼辦 然後說 看看怎樣散貨 他言下之意 就是他不知道在那裡 其實他買回來 當然是 他打算 炒回他出去 然後我說 不是吧 你也不是做這行的 你不是 上班都這麼忙 還打算買口罩 他是打算 做IT也沒有發達 這次還不是一次回本 如果我買口罩 現在是賣幾箱 你怎知道搞多久 有時候 這些發財的東西 我想他之前有些渠道 可能有些朋友 賣一些售貨給他 然後他已經想著 請幾天假 買街邊也要買 這樣 是不是可以的 之後怎樣放 然後當然是沒有貨 賣完那三箱之後 就沒有了 那不用了 你去中環拿到街上賣 一會兒就沒有了 你只有那三箱仔 原來你的貨員斷了 然後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些人就搶購那些N95 因為事實上 我們比較容易買到 超級抽的口罩就是N95 其實現在電視都說 專家說普通手術口罩已經夠了 如果我們隔普通的飛沫 那你買普通手術口罩也可以 那但是為什麼突然說口罩呢 不是Gadget來的 你也錯了 我仍然是說Gadget 是 就是打算賣350美金 一個口罩 但是 好處就是 你只需要充電 它就不斷循環可以再用 每一次充電 就可以 用五個小時 那其實呢 如果那個循環再用是做到100%的話 那就非常適合這個時候使用了 是的 哦 那又 它靠用電 要有電才可以玩 就是這個東西要充電 它是Gadget來的 是 絕對是Gadget來的 那變成過濾機了 沒錯 就是每一個人帶出街的空氣過濾機 會不會這件事簡單問題複雜化了 如果你的口罩再炒上去 那這件事就 當然 我想問 這件事放在CES那裡 就是現在沒有 最慘就是現在沒有 你再說什麼牌子 A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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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s 這個口罩真有型 沒錯 它是一塊 其實這隻AOS的口罩 是一個玻璃透明的膠罩 就是一塊在嘴裡 沒有了以前的一塊東西 然後就兩塊 它都是嘴和鼻吸起來 兩塊過濾的東西在後面 就一塊一塊 看就很浪費 還有絕對 即是你普通 現在通常用的那些口罩 很多人就說一吸了就呼吸不到 對 對 它應該會好很多 肯定不會呼吸不到 對 因為它吐進來 那又不是 這個邏輯上是好事 越厲害的口罩 一定是呼吸越困難 因為你要靠你的力 去扯空氣進來 那一定是越辛苦 它這個方法 就不用用你的力 扯 就用電泵扯 沒錯 不是的 那不需要弄得這麼奇怪 即是它現在的型是一塊玻璃罩在前面 然後那個泵就在你的耳朵後面 Cyber就Cyber 那不如好像3M那些 現在我們示威用的 即是左右兩個 即是各有一個filter 兩個紅色 那麼左邊入右邊出叉叉電 即是省力很多 你又不明白了 這個口罩還有一個好處 這個口罩絕對是各個檔蒙面法 因為它前面那塊玻璃 你用3M那些 是當你蒙面的 這個挺適合發給警察用 阿sir考慮一下 即是這個是方便 即是可以統一造型 即是現在警察蒙面有一個問題 我經常都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這裡下去 其實經常都有一大堆警察 始終我這裡是旺角 你會發覺很好笑 忽然間有些警察在下面 就在不知搞什麼 或者準備捕捉示威者 他們那些蒙面的造型 是很不統一的 經常有人是底褲型 有些是硬膠型的口罩 有些就像是特種部隊那些 其實不是政府發給你的嗎 怎會好像每個人呢 有些就像行山那些 平時套來遮太陽那些 那些就變成好像 有些阿里巴巴四十大道那樣 如果他們全部轉用這個就好了 不是 警察蒙面是要的 是必須的 是你那些人在街上行的 不准蒙面 警察蒙面是必須的 是他要的 不是的我不是挑戰 他要不需要 他有沒有需要就不關我的事 所以警察就不需要玻璃看到你的口罩 你明白嗎 是 但是如果你覺得現在很害怕這個新非典 明白了 但是你又要蒙面 但是又不可以蒙面的時候 我要呼吸就不可以蒙面 怎樣可以過濾到空氣 又不用蒙面 就是用這個東西 沒錯 有些辦法 有蒙面法都不害怕的口罩 警察是天生的免疫於蒙面法 是 這個很好 那CS你有沒有什麼想說 另外有一樣 我看到有趣一點 就是那個 其實 OnePlus好像都沒有什麼聲氣 但是其實他出了一個 手機嗎 你說 OnePlus的Concept 他有一部Concept機 就叫Concept1 其實就不是很Concept 我猜這部頭產的機會很大 話說 OnePlus就公佈了一部Concept1的新機 它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新特別的 只不過是機殼包皮 有三張 是的 它是包件皮的 都很漂亮的 但是包皮這個想法呢 LG很久以前已經弄過了 G4就試過了 但是G4其實不是真皮 它是一個紋 一個膠殼 但是 做出來的紋 是皮養紋 很漂亮的 其實G4的造工很漂亮的 它OnePlus是抄襲這條 的 但是它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因為Concept1其實其他都是普通Android機 它亦都沒有公佈 說裡面是什麼 但是它的機背 那三隻CAM的位置 三、四隻 就收了在一件玻璃底下 那件玻璃可以變色 平時你看上去就沒有CAM 即是你見不到那些CAM頭 因為它整個變黑色 使用的時候 它才會通電 即是那顆玻璃通電 就會變透明 其實這種技術有了很久 也不是新的 其實 LCD都做到的 也這麼說 本身就是一種類似LCD的技術 變色玻璃就不是新技術 有時候去酒店都會有機會用 你現在搭新的飛機已經有了 以前搭飛機 那個窗是一塊膠 你自己拍下來遮住 或者拍上去的 現在已經用到這隻 現在分款的機器已經用到這隻 有的嗎 有 那怎樣操作呢 按鍵 上面就是一個光暗的東西給你按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通常起飛降落 它要你開一隻窗 就算你自己想蓋掉它 你還要開一隻窗 因為它不用叫你了 它中央控制 就算你是瘋了 它中央一按鈕就全部槍都開了 是的 它就用這類的方法 其實東西不是新的 科技也不是新的 但是它的設計挺有趣 挺好的 因為它的意思是 它說現在的機器 其實你看到機背 一大堆的攝錄好像不是很好看 那麼它就想到 就是 做一幅這樣的東西 遮一遮它 那就好看 你在後面看 沒有攝錄了 沒有頭 一塊黑色的東西 還有一點點用途 它這塊東西 本身可以當是filter用的 因為它變色 其實你如果有一點點變色的效果 它是可以有一個filter的效果 例如你有一個減光的作用 第一就是你拍一些很光的東西 你就可以減光 另外就是應該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但是做到什麼效果 就要看看你的軟件 例如你會不會拍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一邊拍它 有時光有時暗的東西 那些 它減光的效果 我又不知道這個算多少 因為我對這件事認識不多 它就說 減光度可以減到ND8 那 如果 將來再發展一下 它就說可以減光減到ND11 Anyway 我覺得它不用管它減多少 它有一樣好處 就是 令到機背遮一遮三個鏡頭 就很帥 這樣已經是很有趣的設計 好 這個就完了 這麼快嗎 完了 它沒有東西 其實我覺得OnePlus 不知道它現在怎麼生存 其實它的賣量這麼少 怎麼頂都是一大二問 那好吧 那 before 完之前 最後 我們回顧十年 因為一個十年過去了 那我們 做個小回顧十年的 那 回顧什麼呢 那數碼收入頻道 當然是說一些 數碼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大家手上的手機APP 究竟這十年 究竟這十年 最賺錢的APP 是哪十隻呢 第一位 第一位 勾養都有 勾養都有課金的 這個APP 課金 你有給錢的 我有給了錢 最賺錢的APP 沒有理由 老虎也不給錢 課過金 我主動給的 是 WhatsApp不用錢的 我唯一想到就是 我曾經有想過給8元WhatsApp 是 是什麼呢 Netflix 這十年 最賺錢 最賺錢 就是它這麼短時間 可以賺到 變成最賺錢 十年時間 是 那它很厲害 那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 它真的彈起 其實 對我們來說 都是兩三年 它只有兩三年時間 它可以賺到錢 就是賺到最多錢 真的 算是給多些 五六年 那它都可以紅把十年 就是加起來的錢 第二位就是Tinder 第三位就是Pandora Music 那頭三位都是美帝 Tinder就是交友 它是真的要收錢的 交友APP 證明真的收錢是可以的 然後是什麼 Tinder之後 Pandora Music Pandora Music 這個不熟 我不知道它收錢的模特兒 Pandora Music Pandora Music 其實它最初是 給你聽歌的APP 但是它就 隨便給你聽 就是它有一點 它的邏輯 給你聽歌 而中間再夾廣告 即是像Spotify Spotify 如果你不給錢 原意 原意是聽收音機的形式 那它後來應該是 現在應該是有收錢模特兒 Anyway它也是第三位 頭三位都是美帝 第四隻 終於有中國東西了 第四隻 騰訊video 我不知道它怎麼收錢 不過它可能沒有計算遊戲 因為我覺得如果計算遊戲 就有很多可以很厲害 Puzzle & Dragon 很多 我懷疑Puzzle & Dragon 雖然是 但是它的廣泛性沒有Netflix那麼厲害 你明白嗎 即是人多 即是真的會給錢 可能是十對一 對 如果人做基礎 就一定是Netflix的 Anyway 第四位就是騰訊video 騰訊video 我不知道它怎麼收錢 不知道它怎麼收錢 不知道它怎麼收錢 你有沒有裝 這個我也沒有 我有看 我會上網看騰訊大陸的影片網站 但是它是廣告 那是廣告來的 我也不知道 它如果這樣說 都是直接收錢 騰訊video怎麼收錢 不知道 應該廣告那些都算 因為去到第八位就是YouTube 那正常 騰訊video當然是賺錢 因為大陸可以做這些廣告的影片 是少的 第五位就是Line 第六位就是 Line又賺什麼錢 Line就有拉幣 很厚才有拉幣 之前買貼紙也是買的嗎 賣Stickle 可能我chip 我從來沒有想過買 買Stickle 跟Line那裡賣票好像都賣了兩三年 Line賣票 我想我們少接觸 因為我連Line 我現在沒有裝 那當然是拉來去 不是日本 台灣 和泰國 好像 是呀 慢慢少人玩 我就沒有裝 但它也是第五位 是呀 是 這個Decad的第五位 是 Anyway 第六就是 QIY 就是百度的 第七才是 Spotify Spotify 就排到第七 是 第八就是 YouTube 剛剛說了 第九就是 XPO Now 第十 我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這隻 快手 我是完全不知道 大陸APP 但是 你問得好 快手 不知道 賺什麼錢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繼續一跳 不知道 這個不熟 但是 快手 不是Surching Engine 來的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它是那些 快手 真的好像是Surching Engine 不要緊 如果不計錢 只計下載量 這十年的頭十位是什麼呢 第一 Facebook 第二 Facebook Messenger 第三 WhatsApp Messenger 第四 Instagram 頭四位 都是同一項股市 都是Facebook殺青 已經殺了 看它發達 這是下載量 賺錢 賺錢 不是的 賺錢 是另外一宅 第五位 就是Snapchat 第六 就是Skype 第七 厲害 Tita 都合理的 他在大陸殺出來的小數 竟然人們都很喜歡玩 我不知道 他這個計算 大陸版 和外面版 應該一起計算 應該兩邊一起數 但是大陸的 名字是不同的 TikTok 大陸叫做 什麼 有 不是的 我就是不知道 他怎麼數 名字是不同的嗎 不是兩隻app 不是的 如果要數 應該 那隻叫TikTok 抖音 大陸叫抖音 但是大陸抖音 不知道怎麼數 因為那些人不是在同一個地方下載的 Apple也能數到 大陸的Android也能數到 大陸的Android也能數到 大陸的Android版 他都不是在Pay Store下載的 怎麼數 Anyway 你抖音和TikTok 應該一起計算 那個icon也不同 如果當作兩隻 那他不就很厲害 我不知道 不是當作兩隻 他真的很厲害 兩隻分開計算 現在上播那個是TikTok 我不知道他計不計算 TikTok也是抖音 那他應該把抖音和TikTok 一起計算 我完全不知道 沒什麼理會 第八就是UCBowser 我現在看到是阿拉巴巴的 是不是真的是Bowser來的 只是大陸人才會用 第九就是YouTube 第十就是Twitter 這兩個都正常 頭十米就是這樣 當然 說這個十大app 說真的 但是之前的那一年 再之前的那一年 是沒有的 怎麼算都是 教主在2007年的時候 才搞出這件事 有手機開始 然後 所以 這個十年 才可以說這件事 還要教主之後 才被他的同事 說服他 搞這個app store 他原本是不同意的 其實 Apple也是很神奇的公司 他是經過重重的障礙 有時候教主 都會做些錯誤決定 他當時是不想搞app store 後來被人拼一拼一拼 再奪得出來 如果他不透明 可能是不放的話 現在已經拐了 因為以Google的作風 Google是一定要放的 Google當時一抄到的OS 之後就會自然放app store 今天節目 你還有什麼補充 沒有了 原本我想說 反效 我看了反效 不過你不急 下個星期再講 因為反效純粹是用遊戲拍戲的難處和特色 這家的赤足科技 遊戲設計是有料到的 那些工作是做得很好 令到拍戲可以很簡單套下去 下次再講 不急的沒什麼時間性 因為我相信不是很多人有興趣去看反效 說到一件事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身在台灣 我意思是不只是身在 入了台灣籍的聽眾 如果現在台灣籍 記住這個星期六就去投票 記住 因為這個星期六投票 還有一件事可以說的 就是Tanger就鼓勵你投票 他推出這個廣告就是111 全民投票去 自己的位 自己來疚 他現在搞了一個抽獎 看一看一看 凡於1月11日投票日當天 投票所入口前拍攝照片 在外面 不是在裡面 然後公開上傳至個人社群平台 再Hashtag 投票送威來 那個位是那個位 而同時就follow了台灣Tanger的帳號 我相信現在 送威來 現在在說Twitter的位 什麼是威來 告威 自己的那個位 然後在台灣Tanger的Facebook那裡 再like 再貼文留網址 就可以直接獲得不限消費金額的111元折扣券一張 當然是買Tanger的東西 我不知道在哪裡用 但投票有助數 記住投票 多謝各位 下集再見 拜拜